好我们要先下来谈股利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特别股 好谈特别股就要特别去谈一下 来股利的问题 那我们刚刚讲说一般来讲特别股 有哪些的条件 哪些的形态呢 我说任何一家公司只有一种普通股 但是它可以有不同形态 或不同条件的特别股 比如说我可以发行一只 股利率10%的特别股 好那我也可以发行 另外呢我要再发行一个特别股 它也是股利率是5% 但是累积的特别股 那我再来呢 我刚刚讲的那个10%是没有累积的 好那现在谈的10%的股利之外 我还有一个特别股的股利是5% 但是我给的另外一个条件 它是有累积的 好第三个呢 我可能要设计一个特别股 它的股利率是8% 然后呢没有累积 好我们不强调它的累积 但是它可以参加到 好可以参加 没有讲上限 好所以特别股有各种不同的条件去形成 那任何一家公司可以有数种不同条件之下的特别股 所以那我们刚讲的绝大部分的特别股 它的特别跟普通股不一样的地方都是在它的股利发放的问题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你有累积的特别股 累积的特别股 所以我们按照课本的内容就好了 我不去讲参加 就是累积跟非累积 所以累积是今年没有发放的股利 可不可以未来要求发放 就看你的股利 特别股有没有累积的权利 所以如果有累积的权利 那你就可以要求公司 在发放给普通股东之前 优先满足特别股的股利 好这个就是累积特别股 好 好那我刚刚已经讲了 虽然公司发行的是累积特别股 但是并没有绝对的义务 每一年一定要发放股利 只是你有累积的权利而已 未来没有发放的 没有发放股利的年度 这个股利可以什么保留下来 也就是说未来公司在发放股利 在普通股东之前要优先满足所有特别股的股利的发放 好就是累积特别股 那我们的股利的发放呢 有两种 课本上一直介绍两种 一种叫做现金股利 就是拿现金 股东 股东拿到的是什么 现金 另外一个是股票股利 就股东会拿到的是股票 好 就这两种形态 那如果他发放的是现金 比较单纯哦 也比较单纯啊 你发放现金 当然公司呢 就会什么 支付现金 所以现金股利的发放会让公司的权益减少 现金资产也会减少 就是股利的发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 我们现在要接下来去谈 股利的发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好 我们股利发放大致 我们先讲 我发放股利的时候会有几个时间点 我们之前讲过呢 公司所有的这个经营决策 包括股利的发放 一定先有董事会决议 决议完了之后 公司什么事也还都不用做 所以什么事都还不用做事 你也不用做账务处理 因为呢 董事会决议之后一定要到哪里 到股东大会去宣布 股东大会去宣布了之后 那才会正式成立 所以呢 股东大会宣布那天呢 我们叫做daycare 叫做宣告日 好 宣告日呢 然后呢 中间会有一段时间 宣告日呢 中间会有什么 尤其是上市会公司的股票 是一直在流动的 一直在转手的 然后呢 我到底要发给谁 所以我们会有个什么 除全日 好 但是除全日 跟公司账上没有关系 你说除全日的意思是说 那天 那天为 在那天 登记 就是股东 持有公司股票的人 才能够参与公司的股息 鼓励的发放 或股票鼓励的发放 才能够参与公司的鼓励的发放 过了那天之后 就没有了 所以那天我们叫做除全日 但是除全日也好 除夕日也好 公司会计上面 不用做什么事情 只是所谓的股务代理人 或股务公司呢 他要去搞清楚 我到时候鼓励要发放给谁 好 但是公司账上 对公司来讲 他是不用去做任何的账务处理 他做的账务处理 就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宣告日 一个是发放日 公司的账上 要做会计记录的就这两个时间点 第一天 第一个就是宣告日 股东会 记得 我们台湾的股东会的最热门的时间 应该是从5月下旬到6月下旬 就这一个月可能就是股东 大会 通常很多公司都会在这段时间去开 好 所以呢 有些公司我们 当然你可以去开始留意 最近就开始要开股东会的日子了 所以呢 这个股东会就会去宣布这件事情 但宣布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也很多不必经历这个选股东大会那天才知道啊 好 比如说像台积电 今年要宣告 他要宣布要发放现金鼓励 好像 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像是6块钱吧 好 那这件事情 是董事会可能三月多四月的时候 三月多的时候他们就开董事会了 董事会就是要把上个年度的报表要经过董事会的确认 那确认之后才到股东大会去 所以那天呢 确认了之后 同时呢 董事会呢 也做了决议说 今年要发放多少的鼓励 好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不用等到股东大会才知道 而是董事会开完会之后 有人就会关心这件事情 然后新闻就会出来 就会有人讲出来了 但是讲了之后 并不代表已经真正成型了 所以一定要等什么 股东会宣布了 才算正式成立 正式成立 宣告日 我就要做会计记录 好 所以假设公司要发放是现金股利 我就是借记dividends 代记dividends payable 因为你还没有付啊 应付股利 当我宣告的时候 然后公司帐上就要做记录 借股利支出 代应付股利 好 这是应付 cash dividend 假设我写清楚一点 cash dividend payable 应付现金股利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dividend大家应该不陌生 我们在讲账务处理的时候 我们就讲过了 dividend它是水什么 保留盈余的分配 所以dividend它不是损益表的科目 记得吗 dividend不是损益表的科目 不是损益表的科目 它就没有什么 抵税的优点 我记得上个礼拜就讲过 公司筹拓制定的时候 到底要借钱好呢 还是印股票换钞票呢 好 各有它的优缺点 好 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 这个 这个 股利 所以股利 我们说它的缺点 你分配 你借钱 你承认的利息可以抵税 因为算是损益表的科目 发生费用了 所以所得会变少 所得少了 你就少缴税 但是你鼓励 你发放鼓励给股东 它不是损益表的科目 所以它不会因为你付了鼓励给股东 而让公司少缴所得税的优点 没有 好 所以这是鼓励的 这个发行股票的一个 应该说是缺点 那当然公司怎么决定 你就看自己的评估了 好 所以现金股利 dividend 它是一个什么 我们刚刚先讲借方 借方是什么 盈余的科目 算是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 哪一项呢 算是权益科目 那是权益科目写的借方 就是保留盈余的减少 所以有时候有人直接写 借保留盈余可不可以 也可以 因为股利支出 最后结清的时候 我要跟转到保留盈余里面去 好 所以有人呢 直接写借保留盈余也是可以的 好 但是呢 我会比较赞成 把它写dividends 然后只是期末结账的时候 比较麻烦一点 我要再做一次 把股利支出转为保留盈余 就这样而已 但是如果你说 我不要跳过这一段 我要跳过这一段 直接写保留盈余也可不可以 可以 也是有人这样写 好 也是可以的 因为事实上它也是什么 属于保留盈余的减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Cash Dividends Payable 应付现金股利 它是属于什么科目 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哪一类 第一个一定不会是资产嘛 对不对 第二个一定不会是收入嘛 虽然它两个都在贷方 资产它在借方 但是它这个 这个你要付现金股利给人家 所以一定是什么 这个科目还没有付啊 所以它一定不会是资产科目 那它在贷方 它会不会是权益科目呢 当然不是 因为你付股利给人家的股利分配出去之后 公司的盈余就会减少 而且你付的是现金股利 好 那其实最好判断的是什么 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科目 要把它冲销掉的时候 你会牺牲什么 现金嘛 因为你要付现金给人家 所以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什么 负债科目 Liability 它是一个负债性质的科目 好 所以先告诉你 它是属于什么科目 会有影响哦 好 所以当公司宣告 发放现金股利的时候 你就要成立负债的增加 因为你还没有付 等到呢 我payment那天 我说中间 你要确定你要发放给谁 什么 这个什么 停止 股东停止过户日 然后再来除全日 这个公司账上 会计账上都不用做任何事情 那是公司 所有的那个股物代理人 要做的事情 跟公司会计账没关系 那接下来公司会计账要做的时间点 是什么时候 当我发放 我发放了 我要借Cash Dividend Payable 我呢 就把我的应付呢 还掉了 支付掉了嘛 好我就把它支付掉了 那我用什么要付 当然是付现金啊 好 这个是 当我发放的时候 我要做分路 那发放的时候 你的负债会减少现金 资产也会减少 因为你用什么 现金去还你的负债 好 所以当你发放股力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 什么时间点 要做会计记录 宣告日要做 decair 什么时候还有一个什么时间要做 当你发放的时候要做 那中间公司的会计账都不用做记录 好 那到这里呢 我们要往下谈 所以这个 我告诉你这个Cash Dividend Payable 是放在哪里 是因为你编表 假设我年度结束 好 或者是我编半年报 半年报 通常因为我们的公司 宣告日到 发放日 像我们的证管会 金管会吧 规定不能超过三个月 假设我五月底 发放 这个再开了股东会 然后我宣告 7月15号要发放 那个现金股力 那我6月30号 是我的半年度结束啊 公司 我们现在目前上市会公司呢 他要这个公布的财务报表的时间 一个是季报 第一季结束 好 第一季3月31号结束 那你什么要宣布呢 5月15号还是4月底 好 我忘记你确定的时间 好 然后半年报呢 6月30号 就半年结束了 你要公布你的半年的财务资料 就有半年报 那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 不知道是7月底 还是8月15号 反正就是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吧 或者一个月 好 所以总而言之 所以我呢 6月30号 我在编 那个财务报表的时候 我就产生一个应付现金股力 那你就要知道 应付现金股力 它是属于负债性质的科目 那我刚有提到啦 其实我的股力的发放 除了发放现金之外 我还可以发放股票股力 所以我现在要谈股票股力的发放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好 当公司宣告要发放股票股力的时候 对于公司的财务报表会产生什么影响 基本上我们刚刚已经讲 你宣告发放现金股力也好 发放股票股力也好 这个股力支出都跟随意表无关 都是资产负债表的科目 对吧 刚刚已经讲过 那我们说你宣告发放现金股力 你有一个现金应付现金股力 它是一个负债性质的科目 那我们现在谈喔 如果我今天宣告要发放的是股票股力 如果我宣告要发放的是股票股力 不管你发放的是现金也好股票也好 你要做的会计记录 要是宣告日跟发放日这两天 这两天是不管你是要发放现金的股力 还是股票股力都一样 好 那如果你公司发放的 要发放的是股票股力 宣告日那天我要什么 借dividends 借dividends 股力支出 代方呢 stop dividends 中文叫做硬分配股票股力 你也可以写 stop dividends payable 也可以 那我也可以写 硬分配 distributed 分配 好 stop dividends 好 那回过头来看 这个科目刚刚没写过吧 好 没有写过这个科目吧 好 这个叫做硬分配股票股力 好 这个科目算是什么科目 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哪一类 刚问过雨昕先问一下品轩 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哪一类 费用 费用产生在 这是在代方耶 代方费用 比较费用减少 你付股力给人家 费用减少 逻辑不通吧 我付钱给人家 因为我产生这个费用 这是费用增加耶 因为我是借费用贷现金啊 如果我是费用的话 我付钱给人家 我是费用增加 因为在借方 当然现在不是费用费用 但是你费用写在代方 那比较是费用减少啊 这个跟费用有关系吗 其费用 所以五个 就剩下三个 就剩下三个 资产 负债 权益 它会资产吗 不会嘛 你付股力给人家 怎么会资产减少 而且现在还没发 所以它也不会是资产 就剩下两个 负债跟权益 它负债吗 发放心金鼓励的时候 它Cash Dividend Payable 是负债 所以鼓励 应分配股票鼓励 虽然我不是写那个 Payable 我刚刚讲说 你也可以写 Stock Dividend Payable 我也可以写 Stock Dividend Distributed 你写Payable也可以 又有一个Payable 如果我这边真的写Payable的话 你会想说 那它是个负债吗 它是个负债吗 好 这个地方 请大家有一个观念 我刚刚先是讲说 这个你的现金 应付现金股票鼓励 你要把这个冲掉的时候 你要给人家是什么 给人家是现金嘛 你这是分配现金股票 分配现金鼓励 所以你要给股东现金 那你要给的是现金 所以这个是一个liability 但是这个地方呢 你要清场这个科目的时候 你要兑现这个科目的时候 你要给对方是股票 因为分配的是股票鼓励啊 你要给对方是公司自己的股票 公司自己的股票给人家的话 就分配出去的话 是算权益性质的科目哦 你要先有这个概念 因为未来到了中会有很多的情境 你要去判断 那你就要想我要去消除 或者是我要去把这个科目清场掉的时候 就是我要消灭掉这个科目 或者是说我这要处理这个科目的时候 我要付什么代价 这个科目我要处理掉它的话 我要付现金是资产 我们说什么叫做负债 负债如果你要清场的话 必须动用到你的经济资源 经济资源就是资产 所以它是一个负债 从它的资产负债的定义 你就可以清楚 负债就是你要清场它 或者是说你要处理这个科目的时候 你必须动用到你的 或牺牲掉你的经济资源 那就换言之说你动用到你的资产 你才能够把这个科目冲销掉 清场掉 那这个科目呢告诉你说 你要消灭掉或处理掉这个科目呢 你要牺牲掉 或是你要支付的是什么 是股票公司自己的股票 因此它就不是负债 因为负债是要什么 你要处理这个科目的话 必须牺牲掉公司的经济资源 经济资源是很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 或者是要比较抽象 或者是它包含的范围比较大 那你把它想像 你把它对应一下 它就是指说资产 你要牺牲掉你的资产 因为你要付钱出去嘛 你付了这个钱 你就这个钱就不能什么 做其他用途 你的钱就会变少了 所以就牺牲掉你的经济资源了 但这个科目呢 你要清场或者是你要 除列这个科目的时候 你要支付的不是现金 你要给的是公司自己的股票 因此这个科目 它是算 权益性值的科目 equity 所以我刚刚讲说 你要判断它是属于什么样性质 先从会计五大要书来看 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哪一个 判断完了之后 我们再看 那我要编表的时候 要把它放在哪里 好 刚刚这个没有特别去讲 因为它是三个月内就要还嘛 它大概是什么 流动负债 它大概是算流动负债 好 那这个科目呢 它是属于权益科目 那我编表的时候 要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equity equity放在哪里 分成两大块嘛 我们说equity 大概我们现在粗块里头 就讲两大块 投入资本 保留盈域 所以它是放投入资本 还是保留盈域 这个科目 刚刚已经界定了 把范围缩小了 它是属于equity 那equity分成两大区块 一个是什么 paying capital 投入资本 另外一个是retain early 保留盈域 所以你的这个 stark dividend distributed 到底放在paying capital 还是放在retain early里面 向下分类的时候 你要分在哪里 分在哪里 有人说保留盈域 梁家瑄呢 好 保留盈域 萧胜林呢 好 再给你一次机会 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 好 再给你一次机会 放在哪里 吴博焱 吴博焱 我认为 投入资本 投入资本 好 跟属于表没关系 跟属于表没关系 对啊 它是投入资本 好 我要讲另外一个 好 所以 你要知道它算是paying capital 的范围 好 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下 发放股票鼓励 跟发放现金鼓励的效果是什么 对你财务报表的影响是什么 发放现金鼓励 发放出去之后 现金会减少 保留盈域会减少 假设跳过宣告这件事情 我宣告那天同时就发放 可以啦 好 我们现在课本上给你的例子 都会跟你讲说 宣告并发放 好 那就同一天做的事情了 只是跟你讲实物上 不会同一天做这些事情 宣告完了 可能会一个月两个月 但现在已经规定三个月之内 就必须去发放 好 所以呢 不管你是宣告并发放 还是宣告之后 要我隔一段时间发放 第一个你会知道说 你只要发放现金鼓励 权益会减少 如果我假设宣告同一天 也发放 我的资产会减少 对吧 因为保留盈域减少 因为在街坊保留盈域减少 所以权益科目会减少 那我资产负债平衡 所以他权益科目减少 另外一边 如果等号的同一边 要不然就是负债增加 如果这个daycare的话 我是权益科目减少 负债科目增加 所以资产没变 因为我还没发放 那如果我是同一天宣告 而且同时发放 那我就是权益科目减少 资产科目减少 资产负债表还是平衡 对吧 好 那我们要去谈 看如果你分配的是股票鼓力 这个股票鼓力 从宣告到发放 它有没有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就是三个科目 三大类 资产负债权益 我宣告跟发放这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 我资产有没有变动 从头到尾没有 我借股力支出 带应分配股票鼓力 然后我发放是借股 因为既然是我要分配股票给股东 所以是借应分配股票鼓力 带股票 如果发放日 这边发放日 发放日呢 就是我的这个科目要冲掉 带我的 带我的 share capital 所以从这个科目来看 我宣告日 股力支出保留盈余减少 权益科目减少 硬分配股票鼓力 也是在权益科目 它是在带方 所以是增加 所以一增一减 权益科目有没有变 权益科目的金额有没有变动 没有 保留盈余减少 投入资本增加 而且减少跟增加的金额完全一样 你的total equity 没有变 没有变动 只是保留盈余减少 跑到投入资本而已 那如果这个时间点呢 好像保留盈余没变了 因为他这是把什么 把他原来的硬分配 分配出去而已 所以权益科目减少 权益科目增加 投入资本增加 投入资本减少 保留盈余 因为这个分路 没有一个科目跟保留盈余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分路 跟保留盈余有关 好 那么纵观 我分配股票鼓利的结果是什么 资产没变 负债没变 权益没变 权益没变 对吧 我们看上面这个 这个科目里面 保留盈余减少 权益科目减少 投入资本增加 权益科目增加 权益金额增加 一增一减 权益金额 总金额没变 这个 投入资本 投入资本减少 投入资本增加 所以从他的会计科目里头 你可以发现 当我分配 股票鼓利的时候 资产没影响 负债没影响 权益总金额没影响 那到底影响了什么 当我分配股票鼓利的时候 到底影响了什么 伟德 影响了什么 资产没有影响 负债没有影响 负债没有影响 负债总金额没有影响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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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到权益的什么东西 保留盈余转到资本里面去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做 盈余转增资 你听到盈余转增资的 你就知道 他就是发放股票鼓利 盈余变成什么 股本嘛 投入资本嘛 所以叫做盈余转增资 好 那股票鼓利 他的结果就是这样 当公司发放股票鼓利的时候 不影响资产 不会增加负债 也不会减少负债 也不影响权益 那影响了些什么 他把盈余减少 跑到股本里面去 所以权益的总金额不变 但是权益里面的科目的金额有变动 因为保留盈余减少 投入资本增加 好 总金额没变没错哦 但是里面权益里面的科目的金额有变动哦 好 因为盈余保留盈余减少 跑到股本里面去了 所以发放股票鼓利 又叫做盈余转增资 好 所以目前在早期 以前呢 大概差不多10年前 很多电子公司 就包括台积电 台积电早期他也发放的就是股票鼓利 好 因为什么 现在都发放现金鼓利 为什么 因为当一个公司 他在成长期间 所以成长的时候 就是我们有个 我不晓得你们在讲管理学吗 会不会讲到所谓的生命周期 从他的萌芽期到成长期到成熟期到衰退期 早期呢 大概在那个早期大概十几年前 电子公司所有都还在成长期 成长期他就需要什么 扩厂 因为我不断接到订单啊 我接到了这个人家需要我的产品啊 所以我要增加我的生产啊 所以我要不断的要有去扩厂增加我的生产线啊 你扩厂增加生产线 你就需要钱吗 那你需要钱的话 你总不会把钱分配给股东 拿去跟银行借钱嘛 所以基本上来说你就会什么 这个减少跟银行借钱 然后用公司自己的钱去做那个鼓利的发放 好 所以用自己的钱去扩建厂房 所以这个时候公司呢 在成长当中呢 因为他需要资金 需要钱 所以他不太会分配现金股利 因为分配出去公司就没钱啊 还有扩厂的时候 我还去跟什么 银行借钱 那不是增加我的资金成本嘛 所以早期 尤其在成长当中的公司 当他要分配股利的时候 绝大部分都是分配股票股利 因为保留现金要来干嘛 扩建厂房 增加生产限 好 那到了成熟期 好 等于说我的产能已经符合市场的需求了 我没有需要保留太多的现金 而且你一直发放股票鼓利 会让你的股本越来越膨胀 股本膨胀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下个礼拜会讲每股盈余的计算 好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形 所以目前绝大部分 大概80%以上的公司 都是发放现金股利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产业 都已经到了成熟期了 到了成熟期的时候呢 他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资金 虽然台积电也不断在扩建厂房 其实说他之前在南科建厂 大概前五年吧 开始扩厂 在南科建厂 所以那时候需要很多的这个员工 所以他来那个中山真才 那时候我知道他们非常需要的人才 所以只要学校有推荐他们全收 只要老师有推荐他们全收 好 因为他需要人 那虽然说 他还是有扩建厂房 但是基本上 他的规模跟他开始兴建厂房 就是说他没有 逐克还在兴建当中的时候 他这个需要 需要资金的规模就不一样了 所以目前来讲台积电 虽然他还是有在扩建他的厂房 常常每一年都会讲 张忠某讲 明年的资本支出的预算是多少 好 那就会从他的资本支出的金额来判断 那台积电就是未来的半导体的这个景气如何 如果他需要的资本支出金额大 就觉得未来看好 所以他需要扩建他的厂房来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好 所以股票鼓励跟现金鼓励我在想说 到底公司要发放现金鼓励还是股票鼓励 没有一定的准则 就看公司的经营上面的一个判断 如果公司已经到了成熟期 我不需要什么在扩建厂房 那我就把公司有的资金就拿来分配给股东 所以这个时候还会分配现金鼓励 好 那我说在十年 这个十五年前的可能大概会有六七成都是发放股票鼓励 现金鼓励比较少 尤其是那个电子公司 电子产业的话 那时候大概都是发放股票鼓励 但是呢 这几年 从大概差不多十年前 差不多十年前 就慢慢的慢慢的 一开始是股票跟现金都有 然后慢慢的就是什么 都只有现金而已了 好 那原因就是看公司对于这个资金的一个规划是什么 所以到底要分配现金鼓励好呢 还分配股票鼓励好 就没有一定的准则 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呢 再来谈一下 这个我们承认的股票鼓励 我们的账务怎么去做记录 还是有一点差别性喔 还是有不同 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告诉你说 他让他当公司发放现金鼓励跟股票鼓励 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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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